兔子姐姐 你知道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公主是怎样挖鼻屎的呢 哈哈 去挖挖大家吧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兔子 嘿 小兔子 你知道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我知道 公主是把鼻屎挖出来 然后交给妈妈的 哦 妈妈给你 可是公主的妈妈是皇后 这样也太不礼貌了 公主肯定不是这么挖鼻屎的 再去问问另一个人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猪 嘿 可爱的小猪 你知道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我知道 公主是把鼻屎挖出来 然后一口吞掉 嗯 哦 一口吞掉 鼻屎上有很多的西局 公主会生病的 她肯定不是这样挖鼻屎的 再去问问下一个 嘿 袋鼠 你知道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我知道 公主是把鼻屎挖出来 然后站在墙上 咦 把鼻屎粘在墙上 那墙肯定会脏兮兮的 公主肯定不是这么挖鼻屎的 你猜 公主是怎样挖鼻屎的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猫 嘿 小猫 你知道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我知道 公主是把鼻屎挖出 然后偷偷地埋进土里 埋进土里 那要是被人踩到了怎么办 公主肯定不是这么挖鼻屎的 再去问问下一个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猴子 嘿 小猴子 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呢 我知道 公主是把鼻屎挖出来 然后假装不小心 抬到很远的地方 这也不对吧 要是弹到别人的身上 那该怎么办呢 公主肯定不是这么挖鼻屎的 再去问问下一个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猫 嘿 小猫 你知道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我知道 公主是把鼻屎挖出来 悄悄地放进杯子里 等它融化以后 就没有人知道了 把鼻屎挖出来放到杯子里 那不是会浪费很多水吗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问公主吧 公主优雅地拿起一张纸 用纸巾擦走了鼻屎 啊 原来公主是用纸巾 轻轻擦掉鼻屎 既干净又优雅 我也要像公主这样挖鼻屎 请看下一集